Hello 大家好 还是6月6 再加一期聊聊八卦 创业的逻辑 咱们明天正式讲 每天有好玩的事也得聊聊 李佳琪在6月4号当天的直播间里 拿了一个蛋糕 这个蛋糕的外形呢 是一辆坦克 这件事我看连什么纽约时报 华尔街时报都报了 很多朋友说这个李佳琪算是完喽 我看了好多朋友都在聊这件事 聊的呢 无外乎是两个层面 第一个 李佳琪团队里面有坏人 这个坏人啊 咱们要加野号啊 就是有人故意的在当天搞搞事情 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这件事啊 或者想通过这种方式啊 这个把六四的事情啊 向更多的人汇报一下 揭露一下 披露一下啊 当然这个目的真是达到了 那有很多的年轻人懵逼了之后 就是突然直播间就被封了 然后呢 就有很多人在留言说这件事的时候啊 说今天这个日子和坦克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么呢 也会导致啊 或者促使一些年轻人去翻墙啊 去搜索一些资料啊 互相问问啊 这个是一个很正向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说同行竞争啊 要害他 这个也是符合中国人的这个商业逻辑 他不管自己以后会怎么样 只要把同行全弄死 就觉得自己啊 这个就行了啊 以后这个生意就是自己的了 对吧 郭德纲之前不也经常聊吗 说是只要把同行全弄死啊 这个自己就是大师了 卖不卖得出去票无所谓 对吧 同行死了 心里就开心 老王之前用一条餐饮街的逻辑也讲过 他不管自己家的饭菜质量啊 服务态度啊 什么装修环境啊 他什么都不想干 他就觉得把对门那几家 隔壁这几家饭店全弄死 哎 把这帮老板啊 全都宰了 然后自己的买卖就好了 你就算不好 反正是想吃饭的没得挑了嘛 对吧 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商业智慧啊 或者商业逻辑都符合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事啊 是我要跟大家说的 是什么呢 还是网络审核呀 中国换养了 或者养殖了啊 培育了那个几十万上百万人的这个监察团啊 纠察队啊 对吧 在互联网上每天干着举报的活 哎 做举报这种事都能养家糊口啊 一个月两三千四五千啊 对吧 那么有那么多事让你去举报吗 现在 该疯的都被这帮人举报没了 今天一杂 我看孙立平老师那微博已经小半年没怎么说啥了 偶尔发个茶叶 做做广告 那也被疯了 那还剩谁了呢 就剩下周小平啊 什么地瓜熊啊 就剩下这帮货了 对吧 包括之前胡锡进说了一句人话啊 然后被扣上什么公知 扣上什么反革命的帽子 给老胡吓得差点没吓尿了 其实也是一样的原因 就是这一帮纠察队 这一个监察团 现在没活干了 哎 他必须给自己找点事干 是吧 那么可能这件事在直播间里边 因为那个蛋糕就是造型 对吧 之前拨过卡车的 汽车的 飞机造型的 今天就赶上了这一天 拿出来这么一个 他可能李佳琪本人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也没空去思考 对吧 他团队的人对于这个事件吧 认知也肯定很低啊 国内的年轻人像我80后 对吧 我是80年的 我对这件事的了解 那都是2000年前后了 而且是我主动的自己去找的这个资料 是吧 那你说年轻人呢 90后 00后 谁知道 我儿子大概知道一点 还是我跟他讲的 对吧 他得有这么个爹 他才知道 剩下的人呢 甚至可能在孩子稍微小一点 未成年的时候 还得琢磨琢磨啊 中国人嘛 肯定琢磨着 不要让孩子看那么学兴的东西 不要让孩子看那么暴力的东西 会对他有影响 哎 真是 也不知道你跟其他人交配的这件事 是哪个爹教你的 是有人在旁边指导的 还是你压自己悟出来的 对吧 还是你看什么毛片才学会的 很多事情 或者说很多人学坏 不是教的 对吧 中国有专家论证了 超市里边的购物车 一台查一台 一台查一台 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说这种行为 或者这种情况 会教坏年轻人 会让年轻人 特别是未成年人 想起后路来 哎 想起后路来 你想吧 到底是他娘的谁脏 对吧 不是别人有什么想法 是你压的心脏 对吧 并不是真有什么问题 对吧 前段时间有一个三只松鼠 请了一个模特啊 就是长个细长的眼睛那种 不也是一样吗 被扣上什么乳滑的帽子啊 被骂了好几天 把三只松鼠整个那一个活动都给骂下架了 有问题吗 没有啊 但是人家说的有理有据呀 为啥呀 那么就是团伙吗 那么就是团队吗 他们得活着呀 你看前几天 那个上海封城 不是 上海解封的时候 那个保安啊 物业的大白 是吧 那个心理状态不就是这样吗 我靠这人生都已经灰暗了 是吧 一种什么灵魂被抽干 身体被掏空的感觉 是吧 啊 啊 哎 其实跟现在的网络上边这帮纠察队 对吧 举报团 一样啊 你把这些天天啊 真扁实弊的工资都封杀尽了 把一些科普的历史的文学的学术的 甚至美食的讲电影的都给封干净了 还剩啥了 不就得在鸡蛋里边挑骨头了吧 不就得天天盯着所有的事啊 把芝麻绿豆大那么点事给你品出味道来吗 是吧 早几年韩寒有一本书啊 要出书的时候送到这个广电总局 之后给退回来的原因是啥 那个封面 他自己拍了一张照片 站在那边 然后在鸡鸡这个位置啊 弄了一只鸽子 是弄了一本书 挡在那了 然后 在广电的这帮老碧昂的眼睛里 人家能看出什么味道呢 啊 你这是赤裸裸的讽刺 有政治攻击的味道 什么意思 你这是在党中央啊 党中央啊 你这种事不让人懵逼吗 对吧 现在的李佳琪就是这个状态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了 为啥呀 整个团队里边 一百来号人 都是这个状态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互相在问 为啥呀 到底怎么了 对吧 这个呢 就是中国的文化禁锢啊 历史的湮灭啊 对吧 把人脑子洗的呀 啊 遗忘了之后 然后突然又被提起来的时候 产生的一个效果 当然我 我并不是觉得这件事不好啊 我觉得挺好玩的 啊 我当是一个八卦在看 我甚至不会拿这种事 当一个政治事件看 甚至 还有一个是什么 深圳的 有一个富婆 开着兵力 有五十辆兵力呢 那种啊 在地下车库跟人吵起来的事 昨天也是上了热搜啊 你看现在的中国人 又度不聊是吧 但是上热搜的点是什么呢 你看看整个热词的搜索啊 你检索这个事件 在中国墙内的互联网上 它的关键词是什么 富婆 兵力 劳斯莱斯五十辆 然后兵蚕丝的内裤 两千块钱都能拔出来 包括这个女人是什么 爱马仕的会员啊 还有一个 她老公是书记 哎 再整理一下 书记富婆 撒婆 有钱 啊 豪车 对吧 他事件本身反而没有人管了 这个车位到底是谁的呀 啊 车位纠纷的由来是什么呀 是公寓和这个住宅之间的还是开发商有问题啊 还是这个所谓的富人 这个富婆啊 就是被一个流氓给侵占了合法的权益啊 没有人讲 也没有人关心 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 富婆 有钱 他老公还是书记 你看吧 两方人啊 一方是什么人呢 五毛粉红啊 这帮傻叉啊 纯傻叉 只要有钱人 那就是罪 对吧 仇富心态 另外一帮人呢 还是自以为啊 是个 什么 已经觉醒了 已经崇尚民主了 对吧 还自以为自己是 另外一个 阵营的人 哎 天天骂毛粉 骂五毛的 但是他们一听见这个书记 哎 他老公是书记 还怎么有钱 你看讲到这的时候 是不是发现有点殊途同归了 一边是仇官 一边是仇富 事实啊 真相啊 对吧 逻辑啊 甚至 是非对错 都已经不重要了 对吧 只是一种宣泄 当官的就该死 有钱人就该死 对吧 然后呢 为啥我把这几件事都讲到一起 前几天咱们刚聊过一个概念 失业潮结束了之后 会带来一个叫流民潮 流民潮是要做坏事的 哎 什么是非对错啊 事实真相啊 啥也不重要了 连法治规则以及道德都不重要 再之后发展发展 就会变成暴民潮 明白了吧 暴民潮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一幕一幕的 刚刚咱们讲的这几件事里边 大家是不是都有 很直观的欣赏暴民的感觉 网络暴民也是暴民 当年扛着老毛像 戴着红袖标的 不也是暴民吗 是吧 所以有些事 咱们自己知道 要警惕什么 警醒自己什么 离远点 大戏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离戏台远点 健身上血呀 洗不掉 何况你万一被裹挟进去呢 是吧 稍微不注意 你就被 然后拉进队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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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